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在困境中看见奇迹 网络上有一篇文章 分享了知名畅销书 运动比你想得还轻松 在当中的内容 不只教导我们如何居家运动 更隐藏着一颗父亲爱女儿的心 这本书的作者是 阳明交通大学的陈俊宗教授 他的女儿在二十岁时 不幸地发生了脑血管畸形破裂 陈教授立即向学校请了一年的假 开始陪伴女儿的复健之路 然而复健的路上 却天天都在发现新难题 陈俊宗说到 做父母的人一辈子都会担心子女 原本很开朗的女儿 出院后变得不爱说话 甚至因为脑伤而影响了感觉统合 使得平常的外出变成一件极难的事 像是从捷运上下车到进出捷运站 这种一般只是十几分钟的小事 但女儿一走 往往就要耗时一两个小时 但即使遇到不幸的汉事 陈俊宗依然存着感恩的心 说自己和女儿遇到了无数的幸运 像是爱画画的女儿 因为接受艺术治疗而开了画展 甚至女儿最崇拜的画家吉敏 也来参观给她鼓励 女儿也没有如他们所担心的 罹患犹豫症 恢复良好的她 现在甚至已经不再是身心障碍者 而当年的男朋友也不离不弃 现在已经成为了自己的好女婿 更不可思议的是在女儿离病后 原本很难拥有下一代 却因着女儿女婿的祷告 生了一个奇迹宝宝 这说不尽的幸运 让她充满了无限的感激 亲爱的朋友 你是用什么眼光来面对 人生突如其来的风暴呢 故事中的陈俊宗教授 面对女儿突发脑出血 她并没有怨天尤人 而是秉持着热观的心 即使面对一次又一次的难题 她总是相信会有好事发生 也因此真实地经历了 许多奇妙的神迹 可见当危难来临时 如果能够有一颗正面积极的心 便能将咒诅变为祝福 在圣经中有一段话说到 他们经过流泪骨 叫这骨变为全员之地 并也与丘于之福盖满了全骨 这里说到人生虽然会有苦难 会有经历受苦的日子 但是她祈求上帝 在每一个经过的流泪骨 都要成为全员之地 每一个所受的苦 都要有秋雨之福 她积极地深信 苦难不会是结果 而只是个过程 这是何等大的信心 何等美好的盼望 亲爱的朋友 我们或许无法预期 人生一般风顺 生命中或许会有些难过的日子 使你流下眼泪 但今天上帝应许我们 虽然经过流泪骨 却要变为全员之地 因此我们不要被这些挑战困住 不要在困难中自怜 而是要站起来向上帝祈求说 我所经过的每一件事 都要成为我的祝福跟全员 我相信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全能的上帝 必能够改变你的流泪骨 上帝必会在你的挑战中施展大能 使你经历咒诅化为祝福的喜乐 他们经过流泪骨 叫这骨变为全员之地 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骨 亲爱的朋友 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搜寻 心灵蜜豆奶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主持的早安EasyGo节目直播 全国广播 环宇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夏凯纳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